本期世界游将带您一起走进位于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 首先我们来到圣地亚哥 看凶悍的杀人精如何与人类亲密互动 然后踏上西部广袤的乡村 揭开西部牛仔的神秘面纱 之后我们将走进北欧风情小镇丹麦村 参加一场激烈的吃面球大赛 最后我们将走上好莱坞的星光大道 与美光灯一起聚焦国际巨星 1848年加州某地建造巨物场的时候发现了金矿 于是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疯狂的淘金热 加州成为了财富的象征 一波又一波美国人和外国移民涌入加州 开始了对这里的开发和改造 极富征服欲望和改造能力的美国人 让加州在短短一个半世纪里面的时间里 成为了美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州 他们擅长和自然相处 与动物为伴 甚至连凶猛的杀人精都变成了可以和人类友好共处的朋友 在圣地亚哥的海洋主题公园里就可以看到这种重达两吨的庞然大物 哇 好大呀 虽然它只是露了一个尾巴惊鸿一瞥 但是我还是感受到了它庞大的身躯 这里是圣地亚哥的海洋主题公园 因为海豚 海狮和海象等各种海洋动物的精彩表演而闻名于世 当然 最令人震撼的还是杀人精的特技表演 现在是表演之前的准备 训练的 他现在让我进去 在表演之前 把我介绍给那些训练师 还有那个 我今天第一次认识那个新朋友 就是我们马上要出现那个主角 我来跟他熟悉一下 啊 啊 啊 what's his name That's Ulysses What's his name Uly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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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a girl boy Our boy This is our biggest whale It's an adult 哇 这看起来像一个大玩具一样 太不珍惜了 That's Orchid I'll get the small one She's a female 啊 妻子 Her birthday was 那些女孩 这是一个男孩 哇 他昨天刚刚过过生日 这种动物叫做什么呢 看起来它像鲸鱼又像虾鱼 它的名字叫杀人精 杀人精又叫做虎精 是加州的一种特产 眼前这憨态可惧的模样 让我们似乎很难 把它和如此凶悍的名字联系起来 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 杀人精 讲述了一个被人类杀死配偶的雄性虎精 复仇的故事 虽然有点惊悚和血腥 但是杀人精的聪明 强大还有温情 让我们感动与怜惜 当然电影里的情节都是虚拟的 如此近距离的面对杀人精 还是会有点让我感到不安和惧怕 他说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 跟这个可爱的杀人精在一起 你看他一直追着我们走 看到他了 然后我说他们凶悍嘛 他说如果你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跟他们交流感情的话 你怎么对他 他就会怎么对你 跟人一样特别特别的聪明 特别特别通人性 他这个骑大的像一个桌子一样 刚刚放松些警惕 没想到他突然转身张开血盆大口 又把我们吓得连连后退 饲养员告诉我 当你完全信任他的时候 他也会给予你同样的信任 你依赖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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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晃动我的手指 他就会叫 应该是说你好的意思吧 MISS HALO 我在岸上转 他在水里转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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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刚才算是认识一下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亲密接触了 他马上要把他那些可爱的朋友们 从深水区叫到这个潜水区上 哇那今天是尽在支持了 Yeah OK 为什么你来站在这里 我有点紧张 Hello 哈喽 哈喽 说哈喽 Yeah 你看他的尾巴 再向你问好呢 你好吗 哇他竟然回答我 好 好 每天与这么可爱的动物亲密相处 饲养员的工作真的令人羡慕 但是杀人精生性凶猛 摸不清他们的脾气和动作语言 就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虽然杀人精也有学习能力 但是要与人类达到心灵相通可并不容易 饲养员每天要花至少五个小时的时间 跟这些鲸鱼们待在一起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性 她在等待再见 看到了吗 再跟大家说拜拜 做这个动作 就说拜拜 拜拜 这种杀人精的表演名字叫做眼见为时 因为这样的表演全世界独此一家 我们能够想象杀人精在生态里畅游 却无法想象 他们在这样普通游泳池大小的海洋馆里如何表演 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和城市都拥有非常现代化的海洋馆 海豚和海狮的表演我们都经常见到 但是饲养员能够驯服杀人精 做出这么多的精彩动作 而且彼此之间如此默契 这种场面恐怕全世界只有在圣地亚歌公园里 你才能够眼见为时 美国人与动物相处的能力似乎与生俱来 他们对动物的喜爱异于言表 不仅饲养员每天都会花很长时间陪伴动物 即使普通的美国人也都喜欢与动物为伴 对他们倾注了许多的情感和关爱 这位女士拿着相机一直在拍 原本以为她拍的是加州什么特有的稀有动物 没想到拍的却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大熊猫 她今年四岁了 正值青壮年时期 所以那个胃口比较好 胃口比较大 长身体的时候嘛 圣地亚歌动物园里生活着一家四口的大熊猫 妈妈白云作为第一批中美友好动物使者 1996年从中国四川跨越太平洋来到圣地亚歌动物园 如今白云已经产下五只熊猫宝宝 其中两只已经被送回中国 另外三只则和白云一起继续在加州生活 在熊猫管理你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因为你看这个环境我们离熊猫很近 没有特别高的栏杆 而且呢离熊猫的距离呢也不是非常的遥远 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挡着 几乎是触手可及 我在这儿差不多站了有半个小时的样子 大家都是很爱护这只熊猫 匆匆地来去看一眼 留张影就可以了 不过跟我站的时间同样长的是我背后的一位女士 她一直在拿着那个照相机 不停地在对这些熊猫咔咔 我看到她就一直在不停地拍这个熊猫 聊天中这位女士告诉我 从1999年她就开始关注这些熊猫 隔一段时间就回来看望她们 拍些照片记录下熊猫的生活 她说自己和这些熊猫已经产生了一种亲情 就好像她们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动物和人之间的感情说起来真是让人非常感动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生活在这个地球大家园里面的一份子 我们跟她们是平等的 在加州广袤的土地上 曾经有一群热情无畏的开拓者 他们就是带有英雄主义和神秘色彩的美国西部牛仔 一百多年前加州的淘金热 让踏上这片土地的牛仔们 开始了无拘无束 潇洒勇敢的拼搏 随着他们征服西部广袤土地的步伐 牛仔文化也在全世界蔓延开来 那一身经典的牛仔行头 时至今日 仍然是一种符号式的潮流打扮 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 我们寻找到一家卖牛仔服饰的古董店 通过换装来寻找一点牛仔的味道 现在我就要按照18世纪传统的美国家庭里面 当然是比较有钱的家庭 她们这个女性的穿着来换装一下 然后我们来到美国 哇一下穿越到她们的18世纪 太厉害了 谢谢 谢谢 哦这个不行了 这个现在不可以拍了 因为这是一个碗里裙 我要把这个外套全部脱下来的套上 等一下这样 还在这儿呢 现在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哇 嗨女士 How's going 啊 漂亮 谢谢 Can I speak Chinese 一点点 一点点 哇 我们的衣服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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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是 19世纪 非常好 很高兴 19世纪 你看我这样 好 好 穿着华丽的晚礼服 卸后了这位来自19世纪的帅气牛仔 穿越时空的问候 让我更加急迫地想找到那段厚重而有神秘的历史味道 我们在这个时间来到美国来到加州然后通过这样的一套服装就一下穿越到一两个世纪以前我觉得怎么说跟他接上的地气跟这个地方接上的地气跟美国有点触摸到他从古到今的脉搏了 墨西哥说的高顶毡帽 腰胯手枪 牛仔裤 皮上衣 高筒皮靴和色彩鲜艳的围巾 牛仔的经典装束到今天仍然保留着曾经的味道 不过牛仔们的生活却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再是持枪对质硝烟弥漫 DAN是这家农场的农场主 虽然只是家庭牧场 却拥有上千头牛和方圆数百公里种植牧草的耕地 当年他们骑在马背上征服了广大的西部 不过如今他们的生活似乎更多了一份安逸和田园的味道 OK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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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是写这种感觉吗 是 牛仔们早已经结束了天地间一人一马的步骤 不积生活 随着牧场规模越来越大 做一名西部牛仔不再是骑马放牧那么简单 还需要学习专业的牧场管理知识 很多大学甚至有了牛仔商学院 而DAN的家庭农场如今也使用了科学化的管理模式 他告诉我要拿大块的给牛吃 像这样 她说我天生就是来那个喂牛的女孩 DAN略显发福的身材 悠然自得的神情和我们心目中的牛仔形象有点距离 不过就在DAN骑上马背的一瞬间 我忽然意识到牛仔的看家本领可是一点都没丢 帅气是我对美国牛仔真正认识到DAN之后的第一个感受 他现在去牵一头牛过来 因为我说我从来没有近距离的接触过牛 然后他告诉我说今天呢 他的农场里有好多好多的牛 他可以让我来见识一下 不过那些牛很凶悍 他让我在这等着不要靠近他们 今天牛仔们已经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 骑在马背上征服倔强的西班牙牛 过上了安逸的田园生活 但是牛仔的文化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在加州许多地区都会举行一年一顿的牛仔比赛 而DAN就是一个牛仔全能手 家里摆放着许多令他骄傲的奖状 看到了吗 对这头牛来说即便是DAN 也是很难很难驾驭他的 本来想把他赶出来 但他中途看到没有草 他又跑回去了 你看现在也是跌跌撞撞的出来 特别倔 搞不然人家说牛脾气牛脾气 好有劲儿啊 在这个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编码 你看 8233 然后这个呢是属于他们农场的logo BCC 你再转到前面来看 在耳朵上还摔着标 每一种代码就代表他所属的国家 地区 就是省份 这些牛呢 因为身上有了这么多的标识 走到美国的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找到他 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 就非常可以控制住源头 马上发现症结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美国整个的这个饮食加工的一个体系 由此管中窥豹 无论你是地道的加州人还是远方的客人 加州的田园生活总是可以带给人快乐与享受 在圣塔巴巴拉县内有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 叫做丹麦村 居住的都是来自丹麦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 他们生活在加州却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传统风俗 去丹麦面球比赛 在这个丹麦最早的移民所待的地区里面 已经有着35年的历史了 它的起源是什么呢 就是北欧那边有特别特别多的海盗 在战斗打响之前呢 他们通常会吃一些丹麦面球 觉得这样能给自己带来好的运气 帮助他们打赢胜仗 那这种习俗呢 沿袭到今天 面球已经成了丹麦人餐桌上一天三顿 必不可小的美食 今天我们的比赛特别精彩 当然了不同的数量级 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嘛 就像这个武术里面有段位一样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 首先的这一组呢 是儿童组的比赛 他们都要把手背在后面 然后不能拿手去抓 然后就只能这样啃 你看这个东西 最可爱的是他们的身高不够 还在那边点着脚 使劲地够进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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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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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意思 这女孩呢 她12岁最终赢得了比赛的 儿童组比赛的冠军 你知道她得到的奖品是什么吗 她得到的奖品就是一套 可以自己制作丹麦面球的工具 在这儿吃了还不够 回家接着吃 一百多年前 几个丹麦移民买下了这块保地 之后 许多思念故乡的丹麦移民 陆续搬来居住 是这里逐渐发展成一个 比丹麦更丹麦的村庄 现在 小镇上共有居民五千多人 仍然保持着最浓郁的北欧风情 和丹麦特色 连丹麦国王来美国访问的时候 都刻意到这里拜访 对 这个成人组的比赛 最厉害的是五分钟去掉十六个面球 我现在吃了 吃了有几个 吃了有两个 然后让她帮我藏起来一个 还丢给别人一个 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他们一直让我继续和继续和继续 但是我说我要吃死掉了 1个 她看起来是个大力士 吃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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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d 你可以现在开心吗 谢谢 我闻他吃完了这些觉得怎么样 他说比任何时候都要好 吃面球毕竟是丹麦人的比赛 我们输得心服口服 面球的味道有点像烤胡萝卜的鸡蛋糕 实在有点难以下咽 我们不禁好奇 这像高尔夫球一样圆滚的丹麦球 是怎样制成的 看起来还不太难嘛 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这种做好的模具的小炉子里面 点上一点点橄榄油 然后呢 把这个拓好的面均匀的倒到里面去 把面倒到里面之后呢 你要不停的去经常的翻一下它 待会呢还要给它翻个个 烤制好的丹麦球 上面会浇上糖粉和特制的草莓酱 看来丹麦人对甜味情有独钟 食物是甜的 生活也是甜的 他们依然保持着质苦的小镇生活传统 和浓郁的北欧风情 让我们不禁模糊了地狱的概念 在加州 即使是这样的田园小镇 也能够拥有最奢华的生活品质 这列火车它在整个Napar Village里面穿情 Napar Village是美国人最引语为自豪的葡萄酒产地 在Napar Village里面这个山谷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葡萄酒庄园 今天我们要到的一站就是Great Hills 走 这列火车呢也被称为是加州的葡萄酒专列 事实上在这个专列上面 全是非常享受 你可以一路就品尝你所经过的那些葡萄酒庄园 他们生产的葡萄酒 当然我更加好奇的还是进到庄园里面去感受一下 整个葡萄酒的制作过程和工艺 Napar Village是加州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分布着200多家酒庄 葡萄酒的产量占到了全美的90% 其中几个酒庄 酿造的酒甚至超过了法国波尔多酒庄 我们于是决定从最初的葡萄采摘开始 体验一番加州红酒的制作过程 摘葡萄的这个刀 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刀不一样 它是一个月牙形的弯刀 而且那个刀锋非常的锋利 你要首先确保自己不可以受伤 才能开始你的工作 你要握住整把的葡萄 然后在这个镜的这个地方使劲一勒 对 对 对 别担心 你只想把它拆 看到 主要是确保你的刀 每年9月到11月 是纳帕古葡萄园的采摘季节 这时酒庄里所有的工作人员 包括车间里的酿酒师 都会一起去收获葡萄 拿到了薪水 自然也会格外的丰厚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 每年只需要工作一个季度 而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全世界到处游玩的原因 这真的是一种极度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通常做葡萄酒的这个葡萄的都是非常非常甜的 很好吃 但你在吃想而为什么看不到 就是因为它们的果肉实在是太少 盒很大 所以呢不适合吃 只适合做成葡萄酒 不过呢 尝起来是很甜的 所以我刚才忍不住一边干活一边偷吃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一会你要付钱给我 因为你看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就摘了这么多 虽然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已经日益机械化 但是为了保证醇厚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 这个酒庄里几乎所有的流程都是由人工完成的 有人质疑我 说我这榨出来能吃吗 没关系 旁边就有一个那个可以洗一下 可以洗一下 我知道这家葡萄酒为什么这么的酒不盛名了 因为它们所有的这个步骤啊 几乎能用人工做的都用人工做的 而不假机器之手 所以你可以想见啊 这个饭随着我快乐的脚步声采出来的葡萄汁 一定是比机器讲出来的葡萄汁味道要鲜美的多 当然了工人在真正生产的时候 他们都是非常干净的 然后我进到过专业的葡萄酒车间去参观 然后他们的都是穿着胶鞋 这点大家安全 不用担心 脚的力量和皮肤的柔软程度 恰好可以将葡萄的汁液采出来 而不会伤害到葡萄籽 因为酿制葡萄酒的时候 葡萄籽和葡萄汁都是需要保留的 他说我不用在采葡萄汁前洗脚 因为这只是让你去实践一下 去感受一下 而不是真的要用 我采了这些葡萄 马上去给大家酿成葡萄酒 不是这样的 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爱这份工作 特别引焦啊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脚 也趁机做了一次葡萄酒汁美容 据说在这个葡萄酒汁里面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美容元素叫做多酚 你看这脚却比刚才变得又白又嫩 苛求细节追求品质 成就了这里红酒的醇厚与香甜 难怪很多美国人会在周末时间赶来这里 只为在这天堂一般的地方停杯美酒 正是因为加州人对于高品质的不断追求 原本只是洛杉矶一座小山的好莱坞 会一跃成为全世界 电影工业的代名次 加州拥有广袤的原野乡村和宁静的海岸线 天原小镇里人们过着宁静自然的生活 不过不要忘记加州还是美国经济最发达 人口最多的州 汇集了最繁华的商业与最奢华的生活 它注定是被全世界所瞩目的地方 第二大城市洛杉矶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尊贵的住宅 比福利山庄 还有全世界都向往的电影梦工厂 好莱坞 似乎洛杉矶的一切都与奢华和明星有关 好莱坞最富盛名的地方绝对是柯达剧院 因为从2002年起这里成为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永久举行地 从入口向内延伸的台阶就是明星们走向成功的红地坛 尽管这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浓浓的心味 但是在没有颁奖礼的平常日子里 我们没有像七代中那样见到喜欢的明星 哇 如果想见到真实的明星实在是太难了 但其实没有关系在柯达剧院的旁边还有一个蜡像馆 你可以随意见到你喜欢的偶像 对他们亲密接受 好莱坞蜡像馆和杜莎夫人蜡像馆一直都是竞争对手 但彼此之间又有很大的不仇 好莱坞蜡像馆里面的蜡像仅限于好莱坞明星 虽然不像杜莎夫人的蜡像涉及面广 但人物的造型和神情却更加的逼真 哇 做得太像 太细致了 几乎可以以甲乱针 蜡像的都是按照真人的比例 一比一制作而成的 如果它再有温度的话 你真的会相信坐在你旁边的就是乔治克林 哦 sorry 这也是一个蜡像 我都没有看出来 哦 Michael Jackson 这是我的超级偶像 我的人生一大遗憾之一 就是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 看我他的演唱会 这个Michael Jackson真的是太像太像了 让我有一点觉得紧张啊 哦 我真的怕一动 他就会跳起在太空步来 他就会活过来 哇 太像 太像了 太像 太像了 蜡像对明星分毫不差的还原 连纹身这样的细节都没有遗漏 这让他们的迷人魅力和强大气场都一一复活 既然来到哈莱坞 那我也精心打扮一番 换上华服 走一次星光大道和柯达剧场的红地毯 将明星梦尽行到底 就是这件 星光大道上每一颗星都有水磨石制成 粉色五角星内是刻在青铜上的受奖者名字 开始之初 星光大道有2500颗空白的五角星 如今已经有2377颗明星有主了 2009年12月18日 在阿凡达全球首月的第一天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也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颗星 现在这看起来有一些疯狂 但是这里就是好莱坞 在道路的两旁 站满了等待明星出现的影迷 还有狗仔队 以及维持治安的警察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好莱坞 恰好赶上了一部新电影的首映室 所有的明星都要从红地毯进去 走这个仪式 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专属好莱坞的疯狂 此时正一一在我们面前现场直播 生活在美光灯下的明星 永远要完美地出现在簇拥着的粉丝 和紧追不放的狗仔队面前 即使亲临星光大道 眼前的一切仍然像一出戏剧 一场非常真实的表演 好莱坞真的是一个造型的梦幻庄园 这里的造型机制非常非常的完善 每当有明星出现的时候 华服和豪车是必不可少的 据说在好莱坞 比福利山庄是最受明星亲爱的地方 这里号称全世界最尊贵的住宅区 世界各地的巨星纷纷在此购置房产 并且将能够在这里拥有一栋豪宅 看作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施瓦辛格 布拉德皮特 迈克尔吉克逊 成龙等众多名人都在这里拥有 或者曾经拥有过这里的豪宅 比福利山庄的豪宅 因为财富和成名的故事 一直以来都让人充满了好奇 这些所谓的豪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现在有机会参观其中的一栋 当然它已经不是私人住宅 而是面向公众开放的了 这栋豪宅的建议一百年前 在美国只要时间超过一百年的建筑 都可以被算作是历史遗迹的范畴 从淘金热开始 加州成为美国财富的象征 美国人凭借他们的创造力 将曾经的荒野开拓为如今的加州 田园生活依旧宁静安逸 财富也在发展中不断积累 如今的加州是整个美国最发达的地方 最开放与包容的地方 也是最令人向往的地方